今集我們會跳出倫敦,屬於哈佛舍的Waltford Waltford的交通很方便,由我家可以坐巴士直達 如果有留意移居英國資訊,這個社區對你來說應該不陌生 在網上搜尋Waltford,也可以找到很多資料 我今天就跟大家去Waltford逛街吧 如果對Waltford有興趣,就記得看下去 首先,讓我簡單介紹一下Waltford 讓大家有一個初步概念 Waltford位於倫敦的西北邊,受惠於一流鐵路網絡 分別有地鐵和火車,由倫敦市中心直達 只需半小時左右,就可以到達倫敦鬆溫的Euston 或是King's Cross車站 輪近M1高速公路,輕鬆可以到達英國三個國際機場 分別是Heathrow,Luton,和Standard 政府大約會投入15億英鎊,為Waltford再次注入動力 未來十年,將會大力推動金融、商業、購物、娛樂和文化 更加重點改善交通,擴充地鐵完善 這裡是Waltford Junction Station 政府希望將它提升為交通書樓 現時車站設備比較簡單 但在車站門口,擺設了用不同顏色拼湊的Waltford字 有些還可以坐上去 不少朋友來到,都會在這裡打卡留念 感覺很有特色 可以看到,Waltford Council真的很用心打造這個社區 和其他車站都是大同小儀 Waltford Junction Station 有一個大的提示板 收拾所有到站時間 還會看到車站內,有提示旅客如何走到Harry Potter Studio 的接駁班試 如果你是Harry Potter 的忠實粉絲 下次來倫敦,就不要錯過機會 順道坐車來Waltford參觀吧 接著我來到Adrian Waltford購物中心 政府為了可以令Waltford 晉升英國二十大零售熱點 經過1.8億英鎊的大規模改造 現在已經成為英國的著名購物中心之一 其實之前我已經聽朋友說 Adrian Waltford 有很多店舖可以走 今天來到,真的覺得不錯 這裡還有香港人熟悉的品牌 例如Apple,Unical,或H&M 還有賣名標,如Wolix 的店舖 或者你也可以來試試碰運氣 看看有沒有限量版的手錶供應 這裡的娛樂生活配套應有盡有 可以滿足居住所需 路過更見到一間蛋糕店 這間公共造型都很漂亮,很吸引 走完商場,我就去了High Street 可能現在是早上10點,所以街道很清靜 很多店舖都未開門營業 但到了下午就很多人了 因為附近 Carradon Road 就是著名的商業區 有TK Max,PWC,KPMG等大企業進駐 有大量上班一族 這裡是Waltford Market Street 政府表示街道亦會進行美化工程 令這條結合形形式式商店、餐廳的大街 可以吸引更多人流、刺激經濟 其實現時,這裡有很多東西走 還有小店,更能感受到當地文化 Waltford 有大量綠化空間和優美自然景觀 我早前去過佔地190英帽的Casio Burry Park 環境清幽,亦非常空曠 平時都見到很多人放狗散步 好像見到有隻狗在湖浦喝水 能夠在這裡生活的小狗,特別幸福 這裡亦有名看Bull Bells 是季節限定的,每年4-5月左右 是不是好像來了仙境一樣? 所以我都拍了很多美照 附近亦有高爾夫球場 和家人來Chill下或夜餐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所以我今天就和朋友一起來夜餐 這裡還有一塊告示板 展示公園的故事和設施位置 公園這麼大,那就不怕迷路了 Waltford 真的有很多地方值得去 不同的季節,又可以看到不同的東西 看看,天都黑了 我覺得Waltford是個很棒的社區 想逛街,可以去購物中心 想Chill下,又有公園可以Relax 很多在倫敦西北邊生活的人 平日放假都會開車上來玩 都很方便的 今天就介紹到這裡 下集見,拜拜!